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再聊一会儿 这些主板上面的一些电子元件 这是一个电脑主板 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小元件 就是这个 它的外观有八个角 跟那个芯片差不多 实际上它不是什么芯片 它是一个电子 这种是叫做牌子 说白了 它这一个电子就相当于是四个电子 像这种多层的主板上面 一般才会用这种 像电源板了 或者是一些东西 它不会用这种牌子 它会用这种单个的小电子 这个牌子 一般都会用在这种电脑主板这些上面用 它这个主板是有好几层 面件上面的元件比较多 它这个是节省空间 占的空间比较小 这一个牌子相当于四个这个普通的电子 你看到没有 上面有四个角 下面四个角 然后上面这个角和下面这个角 相对应的 这是一个电子 然后这个二角和下面二角 这个是第二个电子 然后一次类推 它一共是四个 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用安表测量和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包括它的读的数值也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822 822后边两个零 这就是个8.2K的贴片键度 它的测量方法和这个是一样的 测量的时候 如果发现哪一组有问题的 直接把这个整个的全部给它换掉 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 我们看一下这板子上面 这边就好几个牌组 然后这一块 这好几个全部都是 这也是牌组 牌组一般最常用的就是在这种 多层板上面 别看这个电脑板薄薄的一层 实际上它这里面有好几层线路 它每层都有四印 好了朋友们 牌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